美鳳雄 大家好 我是冯德倫 我在戲裡面是 摺影廖永家警官 有接過他嗎 他发起了暗夜计划 这个行动我叫他暗夜计划 要理解廖永驾这个角色 就必须要先理解他从什么环境去长大 他活在一个幻想出来的国家 幻想出来的城市叫华城 你看到的华城跟实际上的华城是不一样 这个地方充满了罪恶 因为他从这个环境跟背景长大 他知道人基本上是不太可以相信的 所以他讲话永远都是有一种带出怀疑 或者是你不太知道他在想什么 这个就是我觉得那个角色 最有趣的点 老廖 列永家他很爱他的太太 除了对他太太之外 他是一个非常的自私 目标鲜明 旁边所有的人对他来说其实不太重要 我好像那个毒贩开了六枪 你觉得需要理由吗 最难言我觉得还是要给观众不太猜到他那个时候在想什么 这个点也是常常跟导演去讨论的 我会提供一些意见给他们 比较明显的就是从外表开始了 留了骨子嘛 会让角色成熟一点 还有刘永家他讲话就是比较这样的 他走路又会比较这样的 他有很多小动作的 他做每一步都是有考量过的 所以他思考的时候 比如说他会卷验啊 比如说他有一些这种小动作在烧脑的时候啊 如果你不加一点东西觉得有一点清淡吧 在这个剧里面有一句我蛮喜欢的台词 如果还没有找到真相之前 我们就要让假相继续延伸下去 终有一天真相会放松警惕露出马蚤